- 土雷韩国飞虎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922期,近日,据外媒报道称,最近不经再次遭遇滑血炉, 因为印度在进程防空武器的选择上,彻底抛弃了俄罗斯,而且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,要引进韩国飞虎弹炮一体防空系统,那么印度为何要导向中国这一灵火呢? 原来,韩国的飞虎炮弹和异建防系统在使用和维护成本方面,要比俄罗斯的铠甲S1或者通古斯卡M防御系统低很多, 对此中国军民表示,印度为了追求便宜就买一款新门不怎么样的武器,普京也无能为力,此举简直不能忍。 图为韩国飞虎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诸葛扫车军情观察第2922C据悉,印度陆军一共计划要采购五个团的弹炮和一式的防空系统,和同总价值高达是6亿美元。 印度提出的要求,就是这种武器系统中的火炮射速,必须达到每秒350发,而导弹的射程,则要达到5000米。 另外出口国还需要转让导弹全部维护技术,使印度未来可以逐步独立完成对装飞的维修保养。 图为韩国飞虎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922C,此次重标飞虎弹,炮和一防空系统, 其实是韩国在自己装备的国产飞虎四型高炮基础上,加装了神工导弹而推出的一款防空武器系统,主要火力是两门30毫米机关炮。 另外,飞虎还配备了四枚韩国研发的神工大兵防空导。 但,这款导弹属于韩国未来主力单兵防空导弹,主要用于替代目前韩军装备的独次导弹。 韩国号称这款导弹的总体性能要优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导弹,不过外界对于这款导弹有很大的怀疑,毕竟韩国武器在军火市场上,一向是靠商品包装。 韩国人非常善于包装,一款性能平平的武器,忙碌能收获大额订单,要知道这已经不是印度第一次从韩国买武器了。 印度很久之前向世界各国发出购买数百辆车载火炮的庞大订单,最终,却选择了购买韩国的K-9自行榴弹炮,让全世界的军火商大跌眼镜。 2A韩国飞骨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922星众所周知,侦察探测是弹炮和一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在很大程度上,决定了弹炮和一系统的整体性能。 飞骨配备了TP-S830跟行多普勒雷达,还拥有了集成多种设备的综合光电搜索跟棕装置,总体搜索猜测能力还是不错的。 不管怎么说,此次飞骨能够战胜一同竞争的俄同古斯卡和凯甲S两款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还是让人大跌眼镜的。 不得不说,印度陆军此次的防空系统军构项目,的确是非常令人震惊的,毕竟俄罗斯对此类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都是比较多的,拥有非常丰厚的技术经验。 特别是彩甲S交近年来,还在中东地区经历了实战的严峻考验,其性能是无庸之一的,印度是选择函。 国正垮拼凑起来,没有任何实战说服力的武器,自然在此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了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